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江 這次非常榮幸受到米媽的飯店邀請 會和Tiffany一起在有廚房的房間製作料理 開快樂的女子會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進入一下工廠時間 米媽飯店的房間近屋都有設置廚房 那房間比起日本一般飯店的房間都還要更大 非常適合家庭啊 多人數一起來玩耍 廚房的器具也都很齊全 方便大家再來日本的晚上一起開派對 好 那介紹完了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Tiffany的房間吧 大家看這個房間 登登 這麼的整齊 今天呢我們兩個就是要來做料理 那我要做的是比較女子惠啊 那種黑蝦類的感覺 那Tiffany呢她就是要做滷肉飯啊 如果要看Tiffany的滷肉飯影片的話呢 就請去她的頻道囉 我跟你講路江真的超華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他人說做菜補蛋啊 你做菜補蛋 結果她自己在那邊做什麼黑蝦類的東西 我的第一道料理叫做 含苞待放 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杯子蛋糕套 蜂蜜 生火腿 起司切片 奶油起司 還有餃子皮 第一步呢 我們是要在我們的手指上面滴上油 然後呢把它刷在這個杯杯的下面 好像 呃 大概油就好了 不要那麼隨便 我們要像這樣子把油均勻的分佈在這個底部 下一步呢我們是要在這個底部已經塗好油的杯子裡面 鋪上我們的餃子皮 這個就是要塑造我們的含苞待放桿 來 攝影師精一點 像這樣 塑造成一個包裹桿 有嗎 來 有 我們每個都塑造一種含苞待放桿 重點就是齁 我們要讓它這邊有這個 我們把杯子放進烤箱裡面之後烤一分鐘 一分半好了 因為呢食譜裡面沒有跟我們說要烤幾分鐘 所以我們就一個大概 咧 咧 咧 欸有 有 對一分半剛剛好 各位同學 好那現在呢我們的下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把這些 杯子裡面的東西全部把它拿出來放在衛生紙上 對 它是不是超級簡單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這個步驟是超級重點 因為才是真正的含苞待放 首先呢我們要用的是這個 登登 Hachimitsu叫做蜂蜜 第二個是這個クリーム起司 我們把一點起司這樣子拿起來 把它弄在下面 卡上我們的蜂蜜 哇 這是起司片啦 還有這個火腿 再撕一半 然後我們把起司裹在一起 變成這樣 那我們這個第二樣呢我們是火腿佐起司 這個是有一點台灣的三明治的感覺在做的 這是我的發想 大家不要看這樣好像不是很厲害 我們等一下放到桌子上就知道了 現在要教大家做我們第二道下酒菜叫做 外殘內軟漁王之夜 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羅勒葉 鹽 橄欖油 豆腐 還有生火腿 先把這個豆腐拿出來 然後呢 把豆腐放在廚房用的衛生紙上面 然後呢 要在這個豆腐上面撒上鹽巴 像這樣子 全部包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放到濾網裡面 然後呢再放到冰箱裡面放半天 讓它水分全部都吸收掉 但是因為我今天在Tiffenny的房間 不會待超過半天 所以呢我們就另外準備了木棉豆腐 大家如果自己在家裡做的話呢 還是用剛才那個樣子會比較好喔 然後呢我們來把這個豆腐切塊 切完了 好切完了我們現在剩下最後一步 這個外殘內軟就完成了 首先呢把我們的這個 把我們的火腿全部拿出來 把它包起來 這個外殘內軟 慾望之夜呢 強調的是 透明感 在日本有一個詞 叫做透明感 它就是呢 讓女生看起來 特別的清純 所以呢我們今天採用了這個 透明的生火腿 讓它塑造一個女生很清純 裡面是 豆腐 你真的是不要再亂講話 登登登登 這個就是我們兩個做好的料理 那先請Tiffenny吃我的 第一道是 外殘內軟之慾望之夜 我們吃這個下酒菜是一定要配酒的 而且外殘米一定要喝美酒 好多 欸我吃 好多 味道很單純 就是都是食材的原味 喔 下酒嗎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生活覺得是鹹的 你根本是 對人說很好吃 還蠻好吃的耶 所以今天家裡做給男朋友下酒吃 忘了跟大家說真的 慾望之夜啊 在吃之前呢 你們一定要撒上橄欖油 然後再撒一點香菜上面去這樣子 會感覺更專業 不然你們看我們剛才做完就長那樣子 其實一點都不 看起來一點都不美味這樣 我們現在吃第二個 第二個名字是 盤包帶放 它兩口味 一個是奶油起司 另外一個是火腿苦起司片 看起來有吃兩個 它這個特點呢 就是它這個盤子 是可以吃的 就餃子皮嗎 好緊張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是火腿跟起司啊 嗯 喜歡火腿跟起司的人 沒有理由 討厭這個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我覺得你也很成功耶 真的嗎 這個呢 是真的很適合給男朋友 做成下酒菜來吃 而且就很不會失敗 應該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吧 就是把 除了把餃子皮 如果烤椒的話 對 如果呢之後男朋友要去你家的話呢 你就說 欸我可以幫你做下酒菜 然後就 就只是幾秒都可以做出這麼多東西 他就覺得 哇你太賢慧了 馬上想去回家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八角 對 我們兩個為了要讓這個盤子看起來更漂亮 我們在上面放個八角 因為它剛好是花的形狀 很符合我們的主題 他其實是拿來做我的那個滷肉飯 對 再來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房間啊 都有附廚房 然後也很適合家庭來這裡玩 如果呢大家來日本住飯店的話呢 都很推薦來上演的 迷媽瑠 可是那個 就是講用的那個 那台烤箱啊 你是要先去Facebook 那個留言 然後他就可以去跟櫃台見 就是很喜歡其實 欸我覺得很好吃 對啊 所以呢 這個是真的又簡單又好做 如果大家說朋友家跟女生朋友一起玩 那還是說男朋友來家 然後你要坐給男朋友吃的話 都又方便又好吃 而且很便宜喔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都麻煩你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Tiffany那邊呢 也有我們兩個合作影片 大家也可以去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沒有文當的see you next time 有點... 寒いし 每次都日文當做結尾 就這樣 speech 唐 yogurt 嘅 開罵